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本期节目给大家介绍了一个Home Assistant里的重要概念 它就是Device Tracker 设备追踪 设备追踪是一个传感器 它可以感知你的某个设备的状态 检测这个设备是否已经接入了我们的WiFi路由器 来判断设备是否在家 还是离家 如果我们感知我们随身携带的手机 那么系统就可以判断你这个人是否在家还是离家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功能来实现自动化 比如说你回家之后执行什么 离家之后执行什么 为什么说这个概念很重要呢 因为在Home Assistant里 如果我们要配置离家和回家的自动化联动等等功能 全部都要需要这个概念来实现 本期教程在智能家居里面十分重要 还请大家坚持把视频看完 这样才能真正的理解 和利用好这个功能来实现更多的场景联动 进入正题之前 还请各位观众点一下订阅 再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评论和点赞就是你们对我最大的鼓励 日后我还会给大家准备更多更实用的自动家居教程 好了废话就说到这里 下面进入正题 实现设备追踪有很多方法 常用的方法有PIN检测和NMAP检测 还有路由器检测 这三种方法各有利弊 难易程度也不一样 下面视频我会介绍PIN和NMAP检测 为什么不介绍路由器检测呢 因为路由器的种类繁多 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 就不在这一个视频里详细的做介绍了 那么大家先看一下我自己的Home Assistant 左上角界面上面有两个图标 一个是女主人 一个是男主人 一个在家状态 一个离家状态 这个功能就是利用Device Tracker来实现 设备追踪来实现的 首先我们要确定好手机的IP地址 我们拿出手机来看一下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的IP地址是这个 那么这个地址一会我会用到 把它配置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 追踪列表里 然后我们再打开我的博客 我的博客的网址 这篇文章的网址 我会在视频的最后给大家放到视频中 大家看到最后的话 可以看到这条网址的链接 然后我们先介绍第一种PIN检测 首先还是复制我博客上面给大家显示的配置文件 我们点复制 把它复制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的配置文件里面 我们用nano命令还是进入到编辑configuration.yaml 还是把光标移到最后 把刚才的那些代码全都贴进来 然后我这个例子里面有两个监控的电话 编1和编2 我现在只监控一个 我去掉一个 然后我们需要把编1的IP地址 修改为刚才我们手机里面显示出来的地址 然后我们ctrl x ny保存一下 然后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刚才这几行代码的意思 这一行平台是PIN检测 host就是我们要监控的目标 这个目标可以是多个 我们可以添加很多个都在这里检测 然后下面这一行是检测间隔 我设置的是30秒 每30秒检测一次 然后最后一行是consider home 每30秒检测一次 如果180秒内 这个电话一直是PIN得通的情况 那这个设备就是在线状态 那我现在重启一下 HOME SYSTEM 我们用SEUDO SYSTEM 我们重启一下HOME SYSTEM 好了重启完了 我们打开网页 然后选配置 然后选人员 大家看 这个默认用户是我们安装时候创建的用户 它会自动列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只需要点这个用户 最下面有一个选项是需要跟踪的设备 我们点一下向下的箭头 这里边就会出现我刚才配置的缝1 我们只需要点一下缝1 然后点击update按钮生效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首页 你会看到上面的小图标 这里边会显示IT COMMANDER这个用户的状态 现在是在家 这样代表我们的配置就成功了 你可以根据刚才的方法 在人员里边添加其他的人员 我们按这边的加号 可以添加一些其他的人员 然后你可以把追踪的设备 比如说我们添加一个缝2 然后把另一个人员添加为追踪缝2 这样的话我们的首页会多出一个另外一个用户 也会显示它在家与不在家的状态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NMAP的检测方式 这种方式比PIN方式更稳定一些 因为比如说有些移动设备手机等等休眠状态下 PIN会不太稳定 所以我们用NMAP方式检测会更稳定一些 非常感谢您持续观看我的视频 观看的同时还请订阅点赞评论我的视频 后面介绍的另一种方法 会让你在家离家状态更加稳定 我们还是打开Home Assistant的配置文件 我们回到X-Shield 编辑刚才那个文件 我们把光标移到最后 然后删掉刚才的Device Tracker的所有命令 然后等一下Ctrl-X N-Y 保存 然后我们打开我的博客 复制第一行代码 粘贴到控制台 按回车 然后选外安装 这一步是安装NMAP这个软件 因为我们用NMAP检测的话需要用到这个软件 所以必须要先安装 好了安装完成了 我们用NMAP命令试一下 好这个命令有输出 证明我们的软件 NMAP软件已经安装成功了 安装好之后 我们复制下面的配置文件 到Home Assistant 还是把它粘贴到最后 我大概来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第一 这一行是平台 平台是NMAP Tracker 就是NMAP的追踪平台的意思 然后host 简单的说 你需要追踪的IP地址断 我们后边这个杠24 就是责网研码 我们可以保留为24 前面我这边的地址不太一样 我这样我把前面都改一下 然后还是-24 然后这一句代表 每10秒间隔检测一遍状态 这边Exclude这两个地址代表排除 我不需要检测这两个地址 然后最后一句 还是跟刚才解释的一样 Consided Home 就是180秒 如果检测到它180秒之内都在线 才会显示为在家状态 然后我们把Exclude先去掉 因为我不需要 先留着也无所谓了 因为我这个地址也不对 然后我们按Ctrl-X 不会马上可以打开 大家看连接还是中断的状态 直到安装完成才会把界面还给我们 我们刷新一下 直到它安装完成 好 现在只有一个Python Home Assistant的进程了 我们的界面应该已经还给我们了 刷新一下 试试看 我们还是进到配置 人员里边 然后选我这个用户 刚才追踪的设备呢 就没有了 我们看 它会扫描到很多个设备 都是以Mac地址为名称显示出来的 这个是我的手机的Mac地址 我只需要选这个设备 然后点下Update 我们再回到首页看 它是在家的状态 这就是NMAP的设备追踪 我最后再强调一下 设备追踪的概念 在场景联动里非常重要 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